开车路上就怕发生刮擦碰撞之类的交通事故 一方面是心疼钱 另一方面就是心疼车了 但是最近发生了一件有趣 而却又值得重视的事情 杭州的钱先生驾驶自己的马沙拉帝去义乌拜年 但是却没料到会与一辆货车来个亲密接触 但是这位钱先生没有出现在网上 看到的那些发生碰撞时惯有的反应 这只是庆幸地表示 没有开家里的那辆1000多万元的劳斯莱斯幻影 而那位开车司机陈某说 由于前挡方玻璃上有雾气就起身去擦 结果方向盘意识没有把控住 货车就失控 向右偏离 结果就撞上了停靠在路边的马沙拉帝 在民警陷入后 深入调查 发现陈某其实并不是该货车的车主 而且还没有驾驶证 属于无证驾驶 陈某表示自己只是想练练手 结果没想到会发生意外 由于自己是无证驾驶 所以就匆忙逃离现场 而钱先生只是表示 幸好没有开家里的那辆劳斯莱斯幻影 虽然这辆马沙拉帝的车损估计在25万元以上 不过最后钱先生并没有向陈某要求索赔 当然陈某还是因为无证驾驶 以及肇事逃逸 被行政拘留17日 所以开车一定要小心 无证驾驶更是要不得 陈某应该引以为戒 幸好撞上的是停在路边的车辆 如果是驾驶中的车辆 后果更是无法预知 且不是每个人都像这位钱先生一样 不要求赔偿 千万不可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当作赌注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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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